5月18日至19日,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,峰会持续吸引全球目光。 据了解,来自中亚五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拉丁美洲、非洲、欧洲共300多名外国记者参加了此次峰会的报道。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记者古利诺扎·古萨诺瓦表示,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势头强劲有利,中国保持乌兹别克斯坦第一贸易伙伴国地位, 同时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出口市场,两国在经贸投资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合作潜力。 对乌兹别克斯坦来说,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,在2022年,中乌双边贸易额达到89亿多美元,并且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。 2017年到2022年期间,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投资超100亿美元。 同时,我认为此次中国中亚峰会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六国领导人齐聚在此,他们将讨论如何增进各国的联系。 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纳奇拉·曼贝沙里波瓦表示,共建一带一路给中亚国家带来发展和机遇。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有很多合作项目在开展,我认为中国和中亚的合作很重要,我们有伟大的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,共建一带一路给中亚国家带来巨大变化。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好朋友,让我们朝着未来共同发展进步。 本次中国中亚峰会还吸引了世界多国的媒体记者前来报道。 有记者表示,本次中国中亚峰会不仅为中亚国家与中国生化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,也为其他国家合作交往打造样本。 他们期待此次峰会将进一步完善中国中亚机制建设,并将这种合作机制扩大至世界,为地区及全球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。 当你独自一人时,你是孤独的,当你和其他人合作时,你就会和大家一起获得成功。 我希望中国和中亚国家在峰会上可以加强合作和交流。 所以我想你也知道,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极好的,即使在我的国家布隆鼻,也能看到中国人为一带一路倡议做出的贡献,他们帮助我们修建了道路。 我真的很荣幸参加中国中亚峰会,它可以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。 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非常光明,中国这样的大国能对各国的发展都可以产生积极影响。 我们也知道,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也越来越好。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,中国和中亚国家积极推进发展战略对接,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。 目前,中国已经是中亚五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国。 2022年,双方贸易额超过700亿美元,同比增长约40%,创历史新高。 在中亚卫视记者方浩铭看来,一带一路合作不仅在中亚国家取得丰硕成果,也为世界带来发展新机遇。 中亚和中国这边的一带一路发展得越来越好。 我觉得一带一路帮助了很多很多国家,不只是中亚,一带一路也帮助了阿拉伯在各个领域的发展。 我觉得中国这种发展思想真的是现在全世界需要的。